有時候英文能力不見得跟 該怎麼說呢 這開頭錄得好爛 但我要繼續講下去 我覺得我音樂能力不差 可是有時候閱讀的時候 就是會卡一卡 然後直到把整個 你要讀的東西讀完之後 才把那個卡住的地方解掉了 多看幾次才解得掉 不是說多看一次兩次 就豁然開朗了 很白癡 我必須說 這篇故事就是一個好例子 大家好 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他的標題叫chocolate cake 就巧克力蛋糕很簡單 來 我們先讀一次 My dad's student from the college who'd come over for dinner looked at me and said You can't have any chocolate cake I was one He thought he was making a pretty good joke I burst into tears While stammering his apologies He almost burst into tears himself My dad told this story forever He would mimic us both The student's goofy You can't have any chocolate cake My big wah It was his favorite cautionary tale Joking with babies When you yourself are not a baby but a baby who understands nothing Until suddenly Facing the tear you've caused You understand everything OK 好 結束 OK 所以只要這樣說 我自己的卡住的地方又是哪裡呢 就是這裡的 I was one What the hell 好 所以 開頭說的是他爸爸的學生 就大學的學生 所以聽起來爸爸是大學教授 So my dad's student from the college 然後呢 他說 這個學生會 到他們家來吃晚餐 OK So who would come over for dinner 然後到這個教授家吃晚餐呢 就會看著這個故事的主人忘了要說 So look at me and said You can't have any chocolate cake 你不可以吃巧克力蛋糕 你知道 就對他這麼說 那他是誰 然後他接下來說 I was one 我這句話不知道為什麼沒看懂 我還以為他說他是一片巧克力蛋糕 所以我接下來就一直以為 他是用擬人法的故事在講這個故事 你知道嗎 就巧克力蛋糕的爸爸與兒子之類的 後來看了一半天才發現不對啊 那到底one是什麼 one是什麼 想了一半天 終於想懂了 他當時一歲 那你可能會問說 這個作者為什麼不寫 I was one year old 沒必要嘛 這是百字故事 I was one year old 多寫這個year old這兩個字 就浪費兩個字了耶 所以他為了故事的流暢度 簡潔度 所以他把year old給省掉 他就寫I was one 那造成我的不理解 那其實是我的錯 自己白癡腦袋回路轉不過來 好anyway 所以他一歲的時候 這個學生跟他開個玩笑 So he thought he was making a pretty good joke 他覺得呢 嗯 笑話笑 這個笑話不錯 跟小朋友搞笑 結果這人就哭了 所以原坡就哭了 I burst into tears 坐著就哭了 那就在這一個學生 這個結結巴巴的跟他道歉的時候 他也幾乎就哭了 所以while 就同一時間 while stammering his apologies stammer的意思就是 結結巴巴的這樣子 OK 順便講一下 stammer這個字 就的確有像結巴之類的 那stutter這個字也就是結巴 OK So if you speak with a stutter you stutter your words之類的 結巴 還有一個詞就是lisp if you speak with a lisp 那是甚麼意思 不是lips lips是嘴唇腐疏 lisp是講話大舌頭 OK 你講話大舌頭 這樣子 就是lisp OK 好所以這裡說的是這個 if you stammer 他就while stammering his apologies 當他在結結巴巴道歉的時候 he almost burst into tears himself 他自己本身也快哭了 一個小孩把另外一個小孩惹哭了 然後自己惹人的小孩也快哭了 被嚇到這樣子 結果他爸這個故事永遠講不完 因為他爸他覺得超好笑的 So my dad told this story forever 而且兩個人都會模仿 he would mimic us both mimic就模仿 這個學生的這個 you can't have any chocolate cake 以及他的作者本身的 what you call my big 哇這樣子 所以這是他最喜歡的一個 就是他爸爸最喜歡的一個 cautionary tale 我們要講這個字 我記得我們以前講過 但無所謂 現在看到就再講一次 caution 這個字就警告 OK 警告 警示 caution 形容詞cautionary tale是故事 tale 所以我們稱這個叫警示文 警示故事 警示故事就例如說台灣同齡眼之類的 玫瑰 什麼玫瑰 藍色蜘蛛王 這些就是以前電視上會看到這種劇 就是來警告大家不要做壞事 因為做壞事就會像這個劇裡面的人 後來繞得不好的下場之類的 所以這個就稱為這樣 警示故事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沒問題的話 這就是他爸爸的cautionary tale 所以爸爸把今天這個 他學生跟他兒子之間的 或女兒之間的來回 當成是一個警示故事 到底裡面警示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joking with babies when you yourself are but a baby 所以你跟baby開玩笑 偏偏你自己也是baby 你是baby還去跟人家開玩笑 然後你扛不起後來發生的後果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給大家的寓意大概就是這樣 你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得扛起這個後果 你扛不起就別做 joking with babies when you yourself are but a baby 所以這個are but 就是你只不過就是個baby而已 所以這個but其實是一個強調語氣的詞 所以when you yourself are a baby 其實就OK了 加一個but並沒有把意思反過來 而是強調語氣 所以but這個字有時候很煩 它有時候是可以反過來的 你知道 你大概很多例子都其實是反過來的 OK 但是也很多時候 它這個but其實是強調語氣用的 OK 所以逗點以後 who understands nothing 所以你其實什麼都不懂 直到突然間 你看到你造成了眼淚了之後 你才什麼就突然間都懂了 這裡面寓意還蠻深的 其實我不是很容易能夠把它articulate出來 但我希望你懂了 我再把它讀一次 so joking with babies or joking with babies when you yourself are but a baby who understands nothing until suddenly facing the tears you've caused you understand everything OK 直到你面對你所造成的後果的那一刻 你才突然什麼都懂了 或許那時候你才後悔 我幹嘛這樣子跟一個小孩開玩笑 這樣 所以 好啦大概這樣就講完了 所以我自己本身卡的部分 就是I was one 這個部分 現在看了都覺得蠻傻的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百字故事 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